神龙本草经将肉桂列为上品 在木布之手 这是因为古人发现它太好用了 肉桂极为的温补 但相比其他的温补食材 它又不容易上虚火 这是因为肉桂有营火归源的作用 可以把人体的虚火从上往下营 所以很早以前我打过一个比方 把肉桂比作君子 芊芊君子温润如玉 既温暖又不急躁 肉桂是厨房必备的调料 炖肉 卤肉 煲汤 做甜品 可以去腥 增香 调味 它也是五香粉其中的一个原料 肉桂很温厚 所以各种菜都能用 全家人可以一起吃 所以不仅中国人的厨房离不开它 其实西方人也是非常喜欢 用肉桂来做调料 以前我曾在电视上教过大家 如何识别真假肉桂 这比较难 就算是真肉桂 品质也有非常大的区别 要看品种 生产环境 制作工艺 新鲜度 肉桂是有不同品种的 而真正的养生肉桂 一定要选择纯正的品种 选老树 当年新锅用无添加的方式来晒皮 这样的好肉桂 跟普通的肉桂是不一样的 一拿到手 它的精油香味就非常明显 您不仅可以用来烹调 还可以用来煮桂浆 当作养生冷饮来喝 喝后会感觉头面清凉 肚子里面又暖暖的 还可以做成肉桂陈皮四物糕 四季都可以用来做养生食用